主要保持安全的利益 該管政府 該管理所 今年和九份班 業者合作 再次九份班的費用 從三千七百塊 調整到二千八百塊 可之後可以申請九份費用 專業補助 含量七百塊的名額 嘉義縣政府跟監禮戰 跟嘉興業者一起合作 把口罩從三千七降到兩千八 那這兩千八裡面其中一千五 由憲政五出 一千三由我們的交通部來處理 那但是你要取得這樣的福利 你必須要上十六個小時的課 你才可以取得這樣的福利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主要是因為透過這樣的一個訓練 那就我們的這個後來統計數字看起來 是有效的降低機車的造勢力 可以達到百分之五十六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有效的方案 管理王先生的方案 補助將來是希望所有要求求的人 來參加教育訓練 學生的路線 尊重交通規則和調數論 騎乘機車上駕訓安全不高運 在嘉義縣 翁縣長的極力支持之下 我們訓練的學員 在交通部的補助一千三 這個縣政府一千五 然後我們協調各駕訓班 這一個調降這一個訓練的費用 可以講是全國最幸福的一個縣市 該區管理所收聽黃萬一說 分家南地區 今年參加機車駕訓人數 比去年行動120% 是全國行動最快速的地方 除了駕訓班費用補助之外 還提供喬上勒降 以及買車金抽獎多年 來鼓勵大家參加機車駕訓